那它有支援非常多的开门方式 好我现在示范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拿这个卡片 那这个是一卡通 直接开 那它支援一卡通或悠游卡 或者是你的持扣 那再来是大家最方便的就是指纹嘛 每个人都有手指 直接按 好直接开 很方便 最多可以登录100根手指 那比如说我的手表 那它也支援这个悠游卡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它的手表的悠游卡功能直接逼 好直接开 好有没有很方便 那另外啊 你的手机 它也可以登录 像我的手机有支援NFC 那我也可以直接逼 手机也可以直接使用 非常方便 那比如说我今天手上大包小包啊 那如果我回家没有空掏这些东西的话 腾不住手来 没关系它也支援人脸辨识 我只要走到它前面 它就会侦测我的存在 并且开始扫描我的人脸 好有没有就直接开 摸都不用摸就可以直接开门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密码的功能 比如说我这样摸一下面板 再摸一下 就可以输入密码 这样子 就可以直接解锁 非常方便 那目前呢我使用到现在其实最方便的就是指纹跟灯点辨识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用掏 直接开门 直接进去 非常方便 连钥匙都不用带 非常简单 那电池锁毕竟是失电的嘛 所以你把这个电池锁的 主机把它打开来的话 它可以装 8颗4号电池 那它其实只要4颗 就可以运作半年 8颗的话 可以运作一年 那如果在没电之前的话 它前面这边在开锁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你要换电池 大概剩下28 它就会开始提示你 那你就记得换电池 但是如果你真的忘记 摆到煤电 那也没关系 它原厂会附两支这个备用钥匙给你 那你记得把这个备用钥匙 放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 放到你的车上 车厢 或者是亲戚家 那我可能就会放一把在我妈家 那如果我真的碰到煤电 可以用钥匙把它打开 那这个钥匙长支L形状 可以从锁的这个背后 它这边有一个小孔 把它插进去 一转 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这样就可以进去 那进去你再把它换电池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自救的方式 就是去买一颗9伏的电池 就是那个方形的 然后 从下面的地方 去接电 然后让它暂时有电之后 再进去 换电池 这是它的自救的方式 那这一颗3E小岛快锁 目前是由大内高手 替它们做这个后续的 后勤维修 那保固方面是保固3年 如果你安装之后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自电它后面 随附的这个0800电话 然后自电去询问 让它们随时都可以帮你做倒腐服务 亚传生的 都可以帮我